2006年 孙丽在逛街时 觉得天桥上 卖东西的人很眼熟 于是她仔细一看 却发现这人是她的父亲 12岁那年 孙丽父母离婚 父亲仅仅留下了2000块钱 就离开了家 母亲因此特别伤心 总是一味洗面 也正是从这时起 孙丽心中记恨伤了父亲 后来 她跟着母亲居无定所 最难的时候 两人住了很长时间的地下室 为了挣钱 妈妈一天打两份工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 而父亲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再也没出现过 这让她对父亲的恨意更大 15岁时 孙丽进了上海警备区文工团 退役后 她独自一人前往北京闯荡 刚开始的日子很苦 她只能靠着跑龙套 来争取微薄的收入 但这些并不能支撑她 在北京生存 一次 她被房东告知 再不交房租 就把她所有的东西都丢出去 孙丽特别无助 就在这时 天降4000元巨款 借了她的燃眉之急 但她问母亲时 母亲却并不知情 这时就这样搁置了 2001年 孙丽因出演电影《玉观音》 一炮而红 后来 她凭着幸福的像花儿一样 事业蒸蒸日上 她的身价也随着翻好几倍 她给母亲买了一栋大房子 2007年 孙丽回上海拍电视剧《新上海滩》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 她遇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 看着她满头白发 孙丽心中并不好受 但她也没有失以能手 邓超看出了她的难过 便开导她 天下没有哪个父亲 是不爱自己的女儿的 过去你爸爸这样做 肯定有她的难处 就在孙丽纠结之时 她得知 当年从天而降的4000块钱 是父亲和季母 没人没夜刷盘子换了人 就这样 孙丽和父亲兵事前嫌 还出钱给他们买了房子